新北市立图书馆瑞芳分馆建物已经将近40年的时间 老旧不堪使用 不过要原地重建又或者是签地方新建 地方是很有意见 28号市府是召开了地方说明会 地方虽然是乐观其成 但是对于要盖在区民广场上 让不少当地居民都很反对 希望能够另外找地方改 新北市政府规划在瑞芳市区新建图书馆大楼 并结合多功能用途 规划挑高六米建筑 可作为表演活动广场 或是提供民众运动修起使用 楼上则是作为图书馆 不过地方居民则是认为 规划内容不够周详 去命广场上新建大楼 有待商榷 我们图书馆是要被楼上去 所以一些楼上的人还是在中的人 其实都没风飞 那我们图书馆其实使用率非常的高 我们很多市场的人都会去看某种 那刀票也都在那里 所以使用非常非常非常阻碍 我在瑞芳在这里的时候 我也有跟主市长说 我们是一个矿风的小镇 它对五雄图书馆 它跟我们同样四万四五万人而已 它有他们市长把他的图书馆做一个重新的规划 它每年吸引了将近一百万 它跟它是温泉小镇哦 吸引了将近一百万的观光人口 所以我要邀请主市长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我们瑞芳分馆 瑞芳图书馆做一个改建 因为这个都市长代表到我们随风人的这个文化 今天说明会上就有民众表示 要斥资将近一亿在这次的计划上 但计划内容却不够周详 也没有其他副案可以提供给民众参考比较 也不免让居民有不少疑虑 可是因为草草的明年想完工 今年想完工而去牺牲人民的税籍 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台湾要进步的导向 这个可能要麻烦各位长官回去好好的去评服 因为没有数字化人民没有办法判断 你们这个只是就跟我们今天来做推销 一味的法庭省我们想要的说 灌输到人民的草害里面而已 所以那些基地跟现在房长闭起来 是基地的条件是不像 现在这个房长才好 大家想说你说这个房长基地的条件好 我们的房长是大家在使用的 是不是建的房长就影响到大家的房长使用的管理 以前这个少年也说我们是不是基地 我没有说不是一意 我们所有干的造价都是按师傅的标准 我现在告诉大家说 我们建的房长这怎么会接近 台湾要挑高丢业 我们站好 交通能站好意思说 我一路一个挑高丢 大家可以办法党 可以联房 不需要搭这个 不需要搭这个活动的广场 越远离奇表示 因为瑞芳分馆使用率高 但建物老旧 漏水严重 空间不足 而且没有无障碍空间 非常不便 因此要建议新建新的图书馆 而市府也积极寻觅地点 但经过评估过后 目前属于屈民广场最为适合 不过地方民众有意见 新公处也将带回研议 再来对地方说明 介陈薇 瑞芳采访报道